香港現在的疫情控制 我們都準備像之前的賽馬一樣 旅遊氣泡的安排 讓運動員進來香港 比賽可以多些隊員 因為如果要隔離14天的話 那些隊員都未必訓練得到 運動員進來的時間 不需要檢疫一個時間 例如14加7 希望可以直接在機場去酒店 然後直接去場館 我們安排了交通 讓運動員快出發入 所以賽隊伍都會比較踴躍 當然也要看看 本身有沒有加強的措施 例如運動員會不會 打完旁邊才來香港呢 我想最擔心的是 檢疫的問題 其次就是 看看香港到期的疫情 是怎樣呢 我們有個心理準備 都是預料到 招待觀眾入場觀看的 如期舉行然後 可以在香港舉辦到 這個國家盃 令到香港市民 香港的運動員 可以參與到 其實呢 我們都有兩手準備 另外一個準備 就是說 萬一真的 不能夠舉辦這個比賽 我們四月 我們就會殺停 可以令到 那個費用 不至於 浪費了 全部的開支 都希望 寄望疫苗 是否能夠幫助 好像 羽毛球 在泰國比賽 那樣 其實一到他 本身 需要隔離的話 你會看到 羽毛球 在泰國的公開賽 你都看到 那些隊伍會少了很多 所以一定會 影響那些隊伍去參賽 運動員 我想他們都知道 就是這個安排 還有我們跟世界總會 UCI那邊 都是有密切的溝通 怎樣去交換意見 做過防疫 還有就說 讓他們知道 香港的 現在籌辦的安排 那些運動員 盡量 就不會在 其他一些公共場合 會出現 令到政府可以批准 這個安排 所以 之前有說過 運動員在機場 就直接去酒店 酒店 我們也都 每一天 安排了 專車給他們 去場館 接觸了 在將軍路 其中一間酒店 他們都可以 獲知我們的安排 以及提供得到 適當的配合 的 entschieden 老闆 ersch慶 有 吃